- 吼! - 畜生不要吵! - 畜生不要吵! - 誰是畜生! - 那...應該有錄進去吧! - 誰? 誰是畜生? - 畜生不要吵! - 這...就叫你多看港片你又不看! - 這什麼?這也不是新港片! - 這是幾百年前的東西! - 東城西就又要進電影院你知道嗎? - 你說那種什麼復刻版、懷舊版、修復版喔? - 嗯! - 那你就是一直在講一些過往回憶啊! - 你往前看好不好! - 你不要一直活在過去好不好! - 畜生不要吵! - 現在一直講話好像還被罵到! - 歡迎來到本週的馬克信箱! - 嗨!我是馬克! - 我是瑪莉! - 你知道男生做哪三件事情 - 代表他喜歡上你了嗎? - 哇!你要把這麼... - 這麼重要的訊息用在 - 星期一的馬克信箱喔? - 星期一的股價比較低是不是? - 星期一就比較少人看、比較少人聽啊! - 為什麼啊? - 不會都是馬克信箱嗎? - 對啊! - 可是就是大家好像沒有很喜歡十分鐘的耶! - 可能要出一集也是有一個小時的星期一 - 看那個點擊率會不會差不多才會知道 - 對才會知道! - 所以我這個要留到星期四再告訴大家是不是? - 也不用啊! - 好過分喔! - 你講都講了! - 你知道男生對你做哪三件事情 - 代表他喜歡上你了嗎? - 什麼事啊哪三件? - 第一件事情 - 他跟你告白! - 廢話! - 那不就告白了嗎? - Fuck! - 這不是就是之前玩那個遊戲嗎? - 欸我說那個實踐工作齁 - 其中有一件是假的 - 看看齁你知不知道哪一件是假的 - 我要說囉! - 第一個工作是 - 我曾經打過NBA - 屁啊! - 結束了!不用玩了 - 喔!那我馬力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 其實她根本沒有想好第二個 - 也沒有想好第三個 - 她想要講這個呢 - 只因為她告訴我 - 就是這一集的標題喔 - 馬克星這樣標題喔 - 我們要用一些標題殺人法 - 一些title - 然後她說了一句很惡毒的評語 - 她說 - 我哪有很惡...我不記得 - 我不會說一些什麼惡毒的東西啊 - 她說齁 - 這種標題有很多弱智點 - 怎麼樣? - 剛剛的口氣好像卡迪亞在講話 - 你是不是被騙進來的弱智啊? - 沒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 欸結果說 - 蛤?什麼?什麼喜歡? - 哪三個啊? - 哪三個啊? - 點這樣 - 然後一開始說 - 出神不要講話 - 蛤?什麼啊? - 到底有沒有要講? - 發客在騙我啊! - 還被罵到 - 還被罵到 - 這一集如果不喜歡爆增 - 都是你的那種策略反效果害 - 那你... - 心靈雞湯裡硬講兩個嘛 - 我跟你說啊 - 其他人沒講什麼好東西出來 - 喔就是常常這種就是clip bait - 就是片點擊率的 - 他們沒有...他們老實說他們沒有騙 - 他們真的有講一些... - 比如說... - 可是就是講... - 五個小動作啦 - 五件事情啦 - 可是那都是你早就知道的 - 完全沒有新知 - 就是... - 對那個是知道的 - 只是... - 就算他講出來了 - 但是只要你現在曖昧的那種... - 忽冷忽熱 - 或是有點猶疑不絕 - 或是有點沒有自信的狀態下 - 那些東西在你的腦海中 - 就不可能成為真實 - 喔... - 我今天聽到一句話 - 我很喜歡分享給大家 - 來自於鼓癌 - 給我錢 - 信心是一把利刃 - 就是有很多人在講說 - 我該怎麼辦... - 的時候 - 其實基本上的解法就是 - 你有信心,這些都不是問題 - 就是信心是一把利刃 - 你如果用點心思觀察 - 你也會發現 - 就是這個世界上呢 - 對有信心的人 - 是比較加成的 - 就可能呢 - 這個人他的能力其實也不怎麼樣 - 可是因為他信心爆棚 - 然後他走進了一間 - 滿是智障的房間裡面 - 大家都覺得 - 哇他好棒,好厲害喔 - 可是其實差別只是 - 他是個有信心的智障而已 - 好,明白 - 好,我們今天要來回我們今天的信件了 - 今天的信件呢 - 正是新到不行啊 - 超級超級新 - 他甚至還沒有被櫃台美少女 - 收進盒子裡 - 就被我攔截了 - 就是雞還沒下蛋 - 你給他剖腹先拿出來 - 就說這是今天啊 - 我直接拿走 - 非常新 - 而且呢,我覺得... - 你確定你的聲音不會太大齁 - 你聽起來是OK的 - 我聽起來還好啊 - 那就好 - 是我用很大的能量在講話啦 - 我要收回來一點 - 就是呢,新的信件呢 - 其實有一些... - 呃... - 碳G病毒 - 不是啦 - 可能很快就會回完 - 因為新的聽眾 - 他們知道新的規則是 - 你不要落落長的寫 - 你要在一張信紙內講完 - 就是言簡易改 - 所以也許... - 他們有得到嗎? - 有啊,我現在拆開了兩封 - 他們都蠻言簡易改的 - 那你看我的 - 這世界上就是很多這樣的人 - 因為最近就是在Telegram裡面 - 然後我加入了幾個群組 - 這些群組可能在討論投資的 - 那其實呢,你也可以看到 - 因為開這種群組就有各式各樣的人 - 然後他們都會發言 - 其實真的蠻煩的 - 尤其越弱智的人 -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越喜歡講話 - 你可不可以閉嘴 - 就是... - 那真的就是... - 我覺得你收起你的傲慢 - 這不是傲慢 - 你就是在浪費全人類的資源 - 就是那些問題 - 那些你的回答 - 請你都收回去 - 你知不知道你是個智障 - 然後不要在那邊... - 我幫他弄... - 嗯...他弄不圓 - 然後不要在那邊跟人家一搭一搶 - 你問一個問題 - 然後又有好心人 - 好心人的程度也很低 - 兩個程度很低 - 你就一搭一搶一搶 - 然後浪費了一個版面 - 我再次告訴你 - 不是人人都像你那麼聰明 - 不是... - 很多人是像我這樣努力的活著 - 我們就是不夠聰明 - 我們資質就是不好 - 我們真的很多事情就是不知道 - 我們發問錯了嗎 - 好啦沒錯啦 - 我不知道就是要問嘛 - 那以前我們還活在一個不知道 - 我還不問 - 那更可怕 - 現在給我信心告訴我說 - 你不知道你應該勇於發問 - 你不問永遠沒有機會 - 我問了又要被說我是弱智 - 可貴閉嘴 - 這個世界真的好難生存 - 對不起 - 我錯了 - 可憐啊 - 是我錯 - 是我錯 親愛的馬克馬力你們好 - 我是去年在京都打工換宿時 - 經由室友Lily介紹知道你們的 - 她總是在睡前聽你們的節目入睡 - 我當時沒有太在意 - 我只覺得這個很吵耶 - 後來呢 - 因為你們跟維藤合作那一集 - 我正式入坑啦 - 謝謝維藤 - 然後才發現呢 - 當時沒有買的歐油點點點 - 竟然是你們的書 - 真是相見恨晚啊 - 我要感謝107年的自己 - 鼓起勇氣去日本打工度假一年 - 雖然當時男友陪著一起前往 - 可是三個月也在那裡 - 結束了這一段五年的感情 - 哇 - 他們一起去 - 結果沒有想到這反而造成他們分手 - 但不知道為什麼分手 - 分手後我每天還是看到他 - 在同一份工作崗位上 - 直到他離開這份工作 - 那一段日子真的痛不欲深 - 現在想想 - 我感謝我自己撐了下來 - 我才讓後期的日子 - 有很特別的生活 - 多特別 - 對啊 - 我想知道啊 - 多特別 - 我現在想知道有多特別 - 你趕快繼續念他就有講嗎 - 沒有啊 - 現在日子我很好也很喜歡啊 - 跟一個認識15年的國中同學 - 好像有點來電 - 那你今年大概2830 - 馬克瑪莉有過這種經驗嗎 - 你說跟認識很久的同學來電喔 - 呃 - 你不要跟我借錢就好了吧 - 來電我是不是多想啊 - 沒有啦 - 希望念到信的時候呢 - 跟他已經有了結果 - 不論是不是在一起都好 - 最後要祝自己五月份生日快樂 - 來自於不Carry的Carry - 這封信齁有兩個問題 - 怎樣 - 第一個就是他對他那個離奇的事件 - 嗯 - 他希望奪下本周 - 應該說本次馬克信箱的標題 - 哎呦 - 可是我們的標題 - 要跟我槍碰 - 這個標題已經被教母給決定了 - 你是怎麼樣都沒有辦法違反的啊 - 二就是他要分享的是撞鬼經驗 - 這封信應該是要給維藤吧 - 對耶 - 因為維藤應該蠻缺鬼故事的 - 他那天還跟我預約說 - 欸你那次在那個直播上面講那個 - 飛的電台撞鬼那個 - 你可以投稿一下嗎 - 我說好 - 那我現在這個念了 - 維藤還可以做嗎 - 還是這個pass給維藤好了 - 然後來信人說 - 不是我就是想聽你們講嘛 - 我又不認識維藤 - 你給人家幹嘛 - 維藤還會幫你畫畫畫出來耶 - 然後接下來有問英文說 - 這個我交給阿滴 - 我不是要給阿滴嘛 - 我是要給你們啊 - 而且還要逼人阿滴就想說 - 我沒有這個單元 - 為什麼要問這個啊 - 我沒有要做啊 - 因為他 - 我還沒有看故事 - 可是因為他非常的 - 呃 - 恐怖嗎 - 我覺得他感覺蠻有自信的 - 就是這個故事 - 欸自信 - 回到我們今天一開始講的這件事情 - 弱智 - 不是 - 你看 - 我們就是弱智 - 我們就抓不到重 - 這是弱智抓不到重點耶 - 自信是一把利刃 - 就是因為他用這種自信的語氣講起來 - 就讓你覺得 - 好像真的有這麼一回事喔 - 好像真的很厲害喔 - 你說我們兩個都是弱智喔 - 誰 - 你說你阿 - 我們都是 - 我不是阿 - 我沒有覺得厲害阿 - 我說來信的跟我 - 你是不是都覺得是弱智 - 沒有沒有沒有阿 - 現在我只感覺到他的自信阿 - 你唸完以後我才可以評斷他是不是弱智嘛 - 那我們大家要給維藤 - 給 - 那我這個 - 你叫什麼名字 - 小海 - 小海 - 你分享你朋友歪的鬼故事經驗 - 我幫你轉達到更適合的地方 - 哇喔 - 我們就是一個這麼善良的節目 - 哇馬克星應該還有這種轉介功能阿 - 嗯 - 馬可馬里你們好我是憤青 - 哪個憤 - 憤怒的憤 - 可以請歐小柔念嗎 - お願い -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 國外旅遊不能在今年行程了 - 行程 - 你是颱風嗎 - 你想說是成型吧 - 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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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要說 欸你知道幹嘛 就是跟他們出去看他們影片 真的覺得他們很快樂 我真的有時候週末不知道幹嘛的時候 我很想要就是 那是因為他們真的快樂吧 對就是約約一週說 欸我跟我老婆不知道幹嘛 可以跟你們一起出去玩嗎 的那一種 人家跟你們出去會不會變得不快樂 應該不會吧 我默默跟著 你們兩個可以幹嘛帶來什麼快樂 我不帶來快樂 我不造成麻煩就好 可以吧 可以吧我默默跟著 遠遠跟隨 看看看看你們 幫你們拍些線動怎麼樣 給你們一些素材 不錯吧 OKOK 好聊一下我的見況 我的工作室呢 現在開到第二個月 上個月壓力太大了 我狂暴鬥 月經來會痛 莫名愛拔頭髮 哇天啊拔頭髮好可怕喔 覺得快要生病了 太多的期待換來總是無止境的傷害 我有試著調適自己的情緒 跟轉移注意力 像是運動啊爬山啊 看YouTube啊 聽老歌啊 讓自己放鬆 自然而然呢 客源就慢慢開始增加囉 那我就放心了 希望我自己越來越好囉 要進入夏天了 超熱 愛你們 下次再分享男友床室 要記得寫來喔 他貢獻了20元 希望透過本集的馬克信箱 大家都可以更容易判斷 看看這個人是不是喜歡你囉 哼哼 對 我愛你 我愛你 容影 每個真的天啊 我也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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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